吃这个牛肉干有两点好处 第一呢就是锻炼牙口 对牙齿有好处 第二就是常吃这个 对心脑血管也有帮助 先给您拿一盒 您要是爱吃就成香菜给您拿 别显摆 别显摆啊 我不爱吃 不是 这是显摆什么呀妈 我跟你说妈 我这次跟那个杨树她妈接触 我觉得不是像您说的那么恶劣 我去到那儿 她妈跟我说 就说 说果然 说一定替我感谢你妈妈 你妈妈这个 不愧是优秀的人民教师 把你教育得这么好 这么能够乐于助人 我觉得妈 人家这个话说的是真心实意的 是不是 另外爷给您又拿牛肉干尝尝 又说说您要爱吃 再成香菜给您 我说你怎么 这就相当于父亲请罪了 是不是妈 您先尝尝好不好 看看您儿子的面上尝尝 好吧 来来来 我给你打个 好好好 我给儿子个面就行 我给儿子面就行了吧 跪着呢 这跪着呢 跪着 您先看看爱吃不爱吃 尝尝 这是什么呀这是 毛牛她 她就是这样吧 我尝尝我发那个 不不 你不要命了 你干嘛 发霉了 致癌物 这什么呀 就不是致癌物 她那个白的吧 她那白的我估计可能是盐 完了就是真空里有一点漏气了 她怎么长毛了呢 这包装挺好 怎么里边会长毛呢 我看生产日期 我 我知道了 你知道她一看这包装挺好的 对不对 也不知道理到什么样 再看没看清楚保质期 完全搁冰箱里 搁冰箱里 完全就 倒好了 我说你怎么回事啊 就两瓶金六福 就把你给收买了 你怎么竟向着她家说话呀 这不明摆着吗 这诚心在恶心我 是无言的诅咒 不是 你怎么这么思考问题的 你能不能往好处去想 我往好处想 不是 妈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她妈这是一个心意 就可能就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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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生气 我真的不会生气 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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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一个优秀的人民教师 我怎么会跟一个 没有素质的女演员一般见识呢 啊 不是 妈 那个我 我回头再让让她妈 你爸知道 我 我年轻的时候啊 就不跟女演员计较 果然啊 妈再一次提醒你 你千万不要被杨桃的美貌所迷惑 更不要被她妈的唐衣 他们家庭的唐衣炮弹所击中 妈 对了 我该睡午觉去了 老果呀 你喝酒的时候 也得当心点 别里边掺了什么东西 大家客气 化妇你把这张 associ给我 Pang 管 别别别 剪罵你 60以后 你别拿 僥 Serve 曼 忙忙 我想样办 我想样办 贤情好喜来 您坐 是 别动 不管怎么话 这是人心意 您明白了吧 是 您看到 是不是 郑 走 过来 这事你妈腌的泡菜 你给这草草麻辣去 就说你妈回的礼 没坏没坏 刚烟的 快快快走吧 都醒了 这是百分之百纯羊毛吗 对 百分之百纯羊毛 这手感还挺好 怎么这么老的颜色 是老头穿的吧 也不是 我帮您选一件 您看一下这一件怎么样 这颜色倒挺亮的 那个 手感一听 五折 对 打五折 你这有没有比这再大一号吧 这个我们有大一号的 那请帮我拿一下 好的 您收到 谢谢你啊 陶子 那个我给果然买了件衣裳 我一会儿给你送店里去啊 行了 别问了 看见你就知道了 好 拜拜 我妈送给你妈的 牛肉盖特别好吃 谢谢 阿姨真客气 阿姨自己亲手做的吧 我跟你说我妈早就把这腌好了 一直就等着这么一个机会 送给你妈尝尝的 你拿回去先给你妈尝尝 让你妈爱吃了 完了我妈再腌 再腌个食品玩的时候 给你妈送过去 对啊 这会儿真好玩 阿姨说真巧 你六点半准能下班吧 差不多 我还是想吃 我哪儿不是 你早出名考继续吧 你好 欢迎光临 真的 超好吃 有玫瑰味 还有就是她们那个家里的 阿姨 阿姨 你好 不是 妈 起开 不是 咱不在这儿说行吗 妈 不然 你太让我失望了 不是 妈咱不在这儿说 这人家单位 走开 走开 桃子 我过来的是想跟你说 我向来向去 我觉得你跟果然不合适 合适 不合适 合适 闭嘴 我觉得你年龄也不小了 还是趁早找一个合适的对象为好 对不对 这不用您操心这 我跟桃子出发 有你什么事 住嘴 桃子 桃子 我那是老师 我有很多优秀的学生 我给你介绍啊 你呀就 您不用费心了吗 我就是要费心 要不然她就纠缠你 桃子 我跟你说 人家怎么纠缠我 你不要再纠缠我们家果然了 真的不要再纠缠了 咱来纠缠你 咱来纠缠你 你没纠缠吗 她没纠缠吗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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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公共产场 来一会儿 别乱了吧 你去 快 我怎么吃的吧 她们应该去给你吃一碗 不是 妈不想吃 妈先不想吃 妈 妈 果然 来 回去吧 果然 回去吧 行吧 妈 妈 妈 你看我这喊半天 我的天 怎么那么大声啊 这屋子里边 这服务场所怎么 你妈来了 怎么没说一声啊 怎么突然间造谎啊 那个不是 我刚才我来了一下 我在那听见了 好像说的话不太顺耳 说什么谁纠缠谁 怎么这是谈到纠缠的问题了呢 我没什么误会 我没啥误会的 我听见了 我都听清楚了 我跟你讲 这个婚姻恋爱 真是管不着 我要能管我早管了 所以别说这难听话 特别伤感情 得把一个这些 应该回到家去说 知道吗 家里能清楚 到底谁纠缠谁 谁纠缠谁 不明白吗 不是你在纠缠我们家吗 公务场合我没有在纠缠说 我跟你说 我要跟他说清楚 为什么闭嘴 闭嘴 我一定要跟他说清楚 闭嘴 我跟你说明白啊 是你们家在纠缠我们家 果然 真的吗 不但你女儿纠缠 你也纠缠 你没有纠缠 为什么主动给我们家送牛肉干 送牛肉干你就送了 为什么还送了一个发霉的牛肉干 你什么品行 我都替你害臊 不是 果然 这事我可得弄清楚 我跟你讲 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 你别 你别跟我说话 这牛肉干 我都没吃得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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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我都没吃得吃 我不可以吃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说清楚 来 拿出证据 证据 就你那发了霉的牛肉干 还让我留着啊 我把他收藏起来 我等着他升职 做梦吧你 我给他争了 我给他争了 你拿不出证据 你就是血口喷人 滚了 你告诉他 那牛肉干是不是发霉的 你说 我让 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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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孩子 不是太可怜了孩子的 你看 你亲儿都不跟你做证 为什么呀 就说明你是胡说八道啊 霍然 你说 那牛肉干是不是发霉的 妈我求证你 咱回这吧行吗 不行 你必须当着他边 实事求是的说 那牛肉干是不是发霉的 妈呀 行了 别逼孩子了 你看多可怜呢 这脸都张红了 果然你太可怜了 真的阿姨觉得 太不容易了 你说不了假话 阿姨明白 你这老是善良诚实的孩子 我跟你说你看 阿姨就是给你买的衣服 特意到商场去 你看见没有 但是不能给你了 真的像你妈这太吓人了 而且我跟你讲 特没意思 什么纠缠不纠缠的 爱情 懂吗 爱情什么叫纠缠的 阿姨不能给你了 我跟你讲给你的 他把房子给点了 不给了 果然 你 你为什么就不能说 啊 你还是不是我儿子 我是你儿子吗 那你为什么不能说 我告诉你 他是我儿子 我不让他为难 快去啊 快去啊 啊 呀 啊 呀 啦 呢 呢 呢 哈 呢 呢 啊 呢 呢 那包牛肉干是不是发霉长毛的 是发霉长毛的 妈 我错了 您别生气了 您别哭了 我不对 你说 你错在哪儿了 我错在 陶子他妈问我 那牛肉干我没表态 无意当中把您至于没事找事的尴尬地步 让您下不来台 我何止是下不来台呀 我那叫无地自容 你说说看 在那么大庭广众之下 我是丢人现眼哪 我当时有个地方我都想钻进去我 我 你说啊 本来有理的事情 我怎么就一下子变成没理了 我没有道理 我在屋里去闹 老古 这就是你教育出来的儿子 我作为一名人民教师 我教书育人四十年 我每次都跟孩子们说 孩子们 要实事求是 要老老实事做人 可是你呢 你为什么就不承认 你承认了难道你就会死吗 况且那是事实 你这种行为 不但泯灭了你自己的良知 也伤害了我的心 伤害了你母亲的心 不是 妈 我错了 我真不是故意的 您别生气了 妈 我不是你妈 桃子他妈才是你妈 妈 我错了 你太不像我了 你太把你妈听了 胡说八道了 真是 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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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妈 妈 您别哭了我错了 不是 我跟你说啊 你你再再再这样 我杀死我冲你 听懂 就行了 钱也到了 这就完了 咱就完了 这事不许再提了啊 您回头睡一会儿 我不对啊 您别生气 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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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在这儿搅和 你以为你搅和了就没事了 我问你 没泡菜 怎么回事 妈 这个泡菜是我从冰箱里拿的 你从冰箱里拿的 你知道冰上有什么吗 我还不知道你 那都是你爸 你爸让你这么做 你爸给你的 别别别 我承认 这是我说的 好吗 你怎么还当起贼来了 不是 这怎么做谁 这是家里自己的东西 拿出去 这怎么做 自己的东西是你做的吗 那是我辛辛苦苦做出来的呀 你可得好啊 你拿了我的果实去献给那个女演员 你像她献美 难道在你的眼里女演员长得都一样啊 五十年前 三十年前 二十年前和今天都一样啊 见着女演员你就亲 见着女演员你就兴 见着女演员你就兴奋 见着女演员你就高兴 你自己去献美可以 你为什么要用我做的东西来讨好女演员 不是 这哪儿跟哪儿怎么着 讨好女演员呢 我这不是就 就 我真伤心 我真难过呀 你们一俩为什么就背着我在底下搞小动作 这是什么行径 我辛辛苦苦我为这个家伙奉献了一辈子 我奉献了一辈子我换回了的是什么 我就换回你们两个对我的背叛 好好好 我承认好不好 我承认这是我偷的好不好 下次呢你再有这副事件你就报警 好不好 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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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妈 您别生气了 今天我错了 好吧 我先回上忙了点 对 走 对 果然 那个杨龙山是怎么回事 我没有 他为什么送你 甭管为什么我没有 这说明他们家跟你打得火热 你不知道我跟他们家不对付吗 果然 我提醒过你 不要被桃子的美貌所迷惑 更不要被他妈的唐衣 他们家的唐衣 他们家的唐衣炮弹所击中 可是你现在不但被美貌所迷惑了 可是你现在不但被美貌所迷惑了 而且被唐衣炮弹所击中 还把我给炸伤了 果然 我现在郑重地提醒你 你 我跟他们家是不两立 如果你再跟他们家来往 你就没有我这个妈 这 这 这次可真痛了麻烦我了 你 你好好想啊 我 我 我也想 看看怎么弄 气死我了 我那好心都让狗给吃了 不带骂人的啊 万一牛肉干真是发霉呢 不可能 不是西风上那蒙古出差者都多长时间之前的事了 真 真保不齐过了那保质期了 不 再说您看果然她妈都气成那样了 没事找茬 气自己干嘛呀 对了 我还跟李大哥一半呢 不是 您不问吗 我觉得不可能啊 您问 我可以问一下 验证一下 牛肉干是什么呀 都 都风干了 怎么可能过期呢 那妈有时候都两三年都保质期呢 你咋牛肉干放两三年吃 你咋为什么不放脸呢 喂 李大哥 我 宋梅 你好 宋梅 你好 你好 那个我想问你一件事啊 就是我上次不是送了你一包牛肉干吗 怎么样 好吃吗 牛肉干啊 我正想跟你说呢 非常标准的绿色食品呢 一层绿毛上面根本不能吃了 妹子 好 那没事 那你就扔了它就行了 好 没事 我没别的事 再见啊 李大哥 是这发霉了吧 发霉了怎么了 我都没舍得吃 我给他 我是不是好心好意 关键我跟你讲 桃子不在这儿 那在哪儿啊 人家收着一发霉 我跟你说在哪儿 人家收着一发霉 就是人人好心好意 你不能把人家的好心好意 当成驴肝肺呀 你怎么能去闹呢 这像一个当妈的行为 而且这像一个是不是做教师的吗 那简直我跟你讲 家庭妇女都干不出这种事了 我这我真是小看她我 咱这事不说果然他妈了 就说果然 果然明白事理 果然知道这牛肉干发霉了 果然还背着他妈 把那个泡菜给送过来 果然还说 对对对 还说谢谢您呢 看见没有 她妈妈泡菜拿走了 多有意思 我天 我 果然明白事理 我给你讲要冲这个啊 冲他妈这样 咱都不该跟果然来往 跟她一刀两断 不是 那干吗呀 那多大点事了 那果然态度 行了吧 我跟你说 桃子 你看着吧 将来这有你好戏看的 看着这样妈 你看你这日子怎么过 不提这茬还行 提茬我说 妈 那个 真上话 果然在门口呢 谁 果然在门口呢 您别急去摆脸哪 您态度好点 我 我同意她来了吗 她就上来了 你干吗呀 人家都来了 您态度好点啊 来了我也没同意 姐 妈 妈 果然接下来啊 果然来了 阿姨 嗯 那个 路上我买了点水果 你买料了干啥 特别 来 来 来 这边 那个阿姨 就是 我妈就是让我呀 就是代表她 我妈 到您这儿来 向您赔礼道歉来了 就是我妈呢 对她今天的这样的表现 和这样的做法以及行为 就是深深地感到抱歉 就是她那么做 就显得特别没有素质 大庭广众之下的 就弄成那样 就是深深地自责 就是还希望您能够原谅她 说 说完了吗 你别别别再说了 果然 你别来这一趟 啥意思 是吧 明明不是你妈让你来的 你说你自己来 然后呢 不是让她让你代表 完了你非要代表她 干嘛呢 不是 真的 没事 你别到时候回去 再惹她生气 没必要 真的 没有 阿姨不生气 我不生气 真的 阿姨真的 没事 妈 真是我妈让我 是 让我代表她过来 就像您那个 诚音诚意地赔礼道歉 就真的 我阿姨我不骗您 我妈这辈子 她就从来没收过什么礼 她从事那一辈子教育工作了 原来就是那些学生们 送她贺年卡 贺年片什么的 头一回就接这样的东西 所以那知识分子们 她比较注重细节 她就本来一个挺好的事 就想她去弄的 您看 我实在是挺不下去了 果然 您哪儿 我真是挺挺挺不下去 你别一口一个送礼 那不是讽刺我吗 那么个玩意叫送礼吗 那不是送礼 那就是我的一点心意 就是人家这 媳妇带过来的 结果我没舍得 我给李叔一个 给她一个 是吧 就是我妈辜负了您的这点心意 不是 我跟你讲 这个首先说 这就不是送礼 其次 我就想跟你说 你妈太不应该这样了 是 是吧 是 你就说我有什么错 你冲我来呗是吧 我没送好 是吧 你冲人桃子干什么呀 你就完了到时候 去大吵大闹的 这太不合适 怎么能够这样呢 不是那个阿姨 就是她不是冲桃子 这是冲我 不过来 你能不能让我说两句话呀 我一句话都没说 就是 你想说什么呀 不是 可是你牛肉肝 反正是有点发霉了 我知道啊 所以就阿姨 所以什么 所以就到您的闹去啊 那是 那阿姨你也不误会了吧 行了 你别 你别嘴 我 那个中国人 就是就刚才说完 就是将心比心 你就换了你 是吧 你说合适吗 不合适 要是你的话 你能受得了吗 别人好心好意 我受不了 要是你的话 你会怎么做 要是我 那吃了 对 吃了也不行啊 吃了还拉肚子 不是皮是没事 对 没事 干嘛呢你俩呀 一唱一和她干什么呢 还气我是吧 还嫌我在外边生气 生不够是不是 不是阿姨 就是确实是我妈妈 就是让我代表她 到您家来向您 正式的贫力道歉 不是啊 不让不让 我这个人不是不依不饶的人 对 所以你呢这个 也别生我的气 不不生 你可以理解是吧 都可以理解 这事就过去了 这个人她都是这种反应 都正常 是不是 所以你妈这个性格 我跟你讲今后真的得改 我跟你说阿姨 我跟你说 我有时候我也烦呢 你都烦吗 我爸更烦 你看 那为什么呢 但是 我妈这个人就是知错就改 就是唯一的这个优点 就是 有的时候就是错误 优点 就是总是不断交叉 真的 真的 你听我说 回去跟你妈 别再跟她这件事找我了 没意思了好不好 我这没事了 我妈还说过去这事就不行 你看我这事 马上就乐 您开心就好 妈妈也没事了 没事了 你只有亲自来 你还破费 没事 那可不可啊 树子曼田 不可 那倒点水给她 我跟你讲这事果然 真是巧了 跟你买东西说 没厚过这事了 你买了个阳山 我阿姨这真好 是吧 这颜色好 妈您真会提 好看好看 当然了 这可没有过不过期的事啊 是 行 你们坐着吧 我做点饭给你们 你再过再过倒水 忽然 刚才不是你妈让你来的对吧 这是现在是不是我妈让我来的 那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现在你妈心情舒畅了 我妈心情是舒畅了 那你妈那怎么办呢 我妈那人就那样了 我总不能让你跟我妈陪礼到下来 我是真想去 我落实在这我不敢 你就是想去我也不能让你去 那怎么办呢 你会写检查吗 检讨 什么 就是咱们那个学生时代 经常给老师写的那样 不啊 那上学我都好 学生谁写过那个的 我会写 我常写 是 我的那意思就是说呢 你以你妈的名义 给我妈写一封热情洋溢的道歉信 您问了 尊敬的果然妈妈 您好 今天下午的事情 我感到非常抱歉 经过向李兆先考证 确认了送您的牛肉干 确实是因为产品保质期已过 导致了没变 这件事情 让我感到十分惭愧 下午 由于我没有了解事情的本质 而是想当然的自以为自己是对的 与您发生冲突 实在是我的不对 冲动是魔鬼 一点都没错 此时此刻 我深感歉意 对于今天下午的事情 我再一次向您说声对不起 都是因为我的一时疏忽 忘了检查牛肉干的保质期 导致了这场误会 好心办了坏事 都是我的错 向您深表歉意 望您见谅 薛素梅 这真是陶子他妈写的 真是他妈写的 你说陶子他妈能这么写 我告诉你真不容易 不是 爸 真的 我觉得特别有诚意写的 是吧 这有什么呀 本来就是她的错 就这么一封道歉信 那恶劣的影响怎么消除啊 我说妈 这不是个误会吗 就下午的时候 陶子他妈本来想给您打电话 表示歉意的 她忽然又觉得不够正式 这不想到您是当老师的吗 就才想写这么一封道歉信 这不显得正式吗 是吧 爸 对对对 她现在知道后悔了 本来下午的时候就挺后悔的 她知道后悔 为什么当初那么嚣张 她太嚣张了她 不是 我跟你说啊 这事你别再补饮补饶了 陶子他妈跟老李这关系你也知道 老李知道了 这活动中心的人就知道了 活动中心的人知道 小区的人就知道了 你当时传出去 本来挺站里的事 当时成理亏了 那不影响不好 妈 我跟你说我爸说还真对 你看我李叔 平时这人们就大嘴巴 好叨叨 这要是您不依不饶的 这小区给您叨叨出去 那就说您小心眼了 您要是大人不替小人给我释怀了 那她就只能传您好 说您这人特大怒 素质高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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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再劝我了 我又不是那不通情达理的人 我也知道 这就是一场误会 我相信陶子他妈 给我送牛肉干的时候 那也是一片好心 是 算了 这牛肉干的事过了 不提他了 怎么样 宰相肚里能撑传 好 好 那行了 你妈得收房吧 好 我回去吧 我走了吧 行 这是什么 马上开车你你你你 摞着身 果然呢 你得早点睡啊 我知道 没事了啊 早点睡啊 好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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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 跟我那菜子 塞了点酱 我真的 当时我跟我妈念那个东西的时候 念那检讨的时候 看来我妈还装呢 装半天 后来就不装了 后来就 就新人接受这道歉了 完了我跟我爸呢 我们一来就紧着又劝他 就彻底没事了 太好了 太好了 这下我就放心了 你太聪明了你 那个 陶子 你 你肚子饿吗 我开车接你去 咱俩吃宵夜去吧 不行 我今天得早睡 不是 我明天要早起店里 弄坏三丈婚纱 那好吧 看待 陶子店长如此敬业的份上 宵夜就取消了吧 拜拜 方向 吐气 好了 今天课就上到这里了 下课 好好好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封 请稍后再拨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封 宝宝啊 你可以出差回来了吗 不知道 什么叫不知道啊 他是你男朋友 他在哪儿你不知道 你跟他联系了吗 我联系了 没联系上 你这不骗傻子吗 现在通讯这么发达 怎么可能联系不上呢 就别在这儿煽风点火了 你说什么呢 怎么是我煽风点火呢 我不放心 孩子 我又了解真相怎么了 我这好久不练 我练过好多动作我都做不下来了 所以说你要常练吗 我换衣服就来 你怎么 我还有一堂课呢 行 那我先过去啊 李逵 如果你再不出现的话 你就永远不要再出现了 讨厌 你许看别人手气 怎么一叫我面对说我讨厌 为什么呀 不为什么 是不是因为我没给你打电话 你生气了 我刚一下飞机 我连家都没回 我就直接笨眼来了 幸亏我今天还带了两个正面过来 你回头看吧 喂喂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们银行的王总 这位是赵总 他就是蓝卫卫 你好 王总好 小李啊 你女朋友这么漂亮啊 我说吧 这一路上只要一有时间 就卫为长卫为短 不管我们俩说什么 最后还是要到你身上去 我真是服了他 对 没错 这不 刚一下飞机 连家都没让我们回 就把我们拽到这儿来了 你看 连箱子都没放 来这儿啊 主要是看看你 顺便给我们办个卡 锻炼锻炼身体 好 好了 还等着呢 我们来干什么呢 我们不是给你见证吗 来 谢谢 谢谢 철茬 accident 伟伟 那么多年 我一直想找到一个 我爱的你 她也能够爱我的女人 能够跟她走一辈子 我想我等到了 葳葳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你愿意嫁给我吧 你愿意嫁给我吧 这趟美国之行 收获不小吧 来 好好的给老爸汇报汇报 这 这位是 爸 这位是蓝薇薇 这位是我爸 叔叔 你好 久闻方明了 走 走 快快 坐 坐 我这儿可有好茶 来 来 坐 坐 爸 您听我说 您先别着急 我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 我跟您商量 来 您先坐 您先坐 什么事啊 大型小怪的 爸 我今天一下飞机 我就直接去到 薇薇工作的单位 我向薇薇求婚了 所以呢 我今天带薇薇过来 我是想征求您的意见 希望您能够 统一我跟薇薇的婚事 这是 这是你单方面意见呢 那薇薇这头呢 叔叔 我 好嘞 不用说了 我以为什么事呢 能给我带回这么好的儿媳妇 爸高兴都来不及啊 爸 那您是同意了 那当然同意啊 别说我 要你妈在世啊 看到这么好的闺女 肯定心里乐开花了都 爸 嗯 妈妈去世的早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我上学的时候 您操心我学习好不好 回到家 您老是操心我 吃饭吃得饱不饱 睡觉睡得好不好 爸 现在您儿子已经长大了 你是跟我记小头的时候 爸 我想跟您说我今天的行为 其实我 我觉得我不是冲动 好 好 我是真的爱薇薇 好 好 好 而且我一定会给薇薇 一个好的将来 爸 嗯 等我跟薇薇结婚以后 我跟薇薇 一定会好好地消解您 我信 起来 起来吧 来来来 快快 坐 坐 坐 你看我 我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你向女方求婚了 那起码得组织一下我们两方家长啊 见见面啊 作为男方必须主动啊 作为男方必须主动啊 我们爷者啊 必须得亲自上门去跟人家提亲 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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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漂亮了 几颗拉呀 得好多钱吧 两颗拉呢 你说说看 这李逵对你有多好啊 我听说这李逵 还给他爸爸下跪了 多孝顺的孩子 当时把我也给吓了一跳 我以为啊 他受了这么多年西方教育 做不来这事呢 这说明啊 你在李赔心中有多重要